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第一课 简单的爱情的第三部分 先看一下生词 一起读 生活 生活 刚 刚 浪漫 浪漫 够 够 缺点 缺点 接受 接受 高 高 好看一下第一个词 生活 我们可以发现 它有两个classification 一个是名词 noun 一个是动词 verb 看一下 它是verb的时候 第一个句子 我喜欢在中国生活 第二个 他们生活得很快乐 verb plus adjective 好 那么它是noun的时候 第一个 快乐的生活 第二个 我可以说 我们的生活 很幸福 好 这是生活 下一个 浪漫 浪漫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形容词 adjective 所以我们可以说 浪漫的什么 for example 他们一起过着浪漫的生活 或者 这真是一个浪漫的婚礼 那么 有浪漫 就有 不浪漫 那 我觉得 送花给女朋友 非常 不浪漫 我想 给她买车 可能 她很有钱 是吧 好 浪漫 下一个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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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 它是一个 动词 verb 那 for example 我说 你吃一碗米饭 go 不 go 那么 你的答案 可以说 go 或者 不 go 那么 看一下 下边的句子 这些钱 不够 我买衣服 也许 我有 100块钱 但是 衣服 需要 200块钱 所以这些钱 不够 那么 我要 学第一课 那么 学第一课 一个小时 我就能学完 那么 就说 学第一课 一个小时的时间 go 缺点 这本书的缺点 是太贵了 缺点 是一个人 或者一个东西 不好的地方 那么 你们想一下 你知道自己的缺点吗 你自己不好的地方有什么呢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我学习不认真 或者我特别容易生气 这都是缺点 那么一个人有不好的地方 他就有好的地方 那么他的opposite 就是优点 那你的优点是什么呀 你可以说 我的优点是 特别喜欢帮助别人 好 下一个 接受 可以说 接受什么东西 那么 这件礼物很贵 所以 我不想要 那我说 我不能接受 这么贵的礼物 或者 我觉得 朋友的 这个缺点 我特别不喜欢 我不想要 有这样缺点的朋友 那我可以说 我不能接受 朋友的缺点 好 生词都讲解完了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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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生活 幸福的生活 刚 刚 浪漫 浪漫 浪漫的人 够 够 不够 缺点 缺点 优点 优点 by the way 优点和缺点 如果我们要加 measure word 就要说 个 我们说 一个缺点 一个优点 下一个 接受 接受 接受朋友的缺点 高 高 高 好 下边看一个练习 给大家 一点时间 第一个是 浪漫 第二个是 缺点 第三个是 生活 第四个是 刚 那么刚这里边 它是一个 我们的语法点 grammar point 所以我们一会儿再说 下一个是 go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回去以后 请大家写生词 然后背诵 recite 再见